皆さん久不見 我是怡端 距離上支影片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快整整一年了 咳咳 今天要來介紹一台很特別的機車 FDR06S 新安州 這是一台由我自己設計並且耗費數年 在熟識的朋友以及信賴的店家 加上我自己四處奔走的努力下 一步一步完成的車子 由於之前有一些沒完成的地方 所以即便已經放置多年 我也始終沒有正式公佈這台車 誒 由於已經開始劣化 誒不是 我是說總算是完成了 所以就決定拍這部影片來分享這台車 簡單來說都是以不治肥片 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次的車輛原型 FDR150 FDR150是台灣三頁最早推出於1990年的車款 是國產唯一的V型雙鋼仿賽檔車 會接觸到這款車是因為我大學時 NAS進口輕檔車還很貴 因緣際灰下便選擇了FDR這台車 但真正陪伴我多年的那台幾乎原廠的FDR 因為後來少騎 所以去年賣掉了 想想也是有些捨不得呢 接著避免有人不認識新安州 這邊也簡單介紹一下 新安州是日本科幻機器人動畫 鋼彈UC當中的主要角色 號稱夏亞在世的正面全弱 符合布朗托所駕駛的機體 特色是黑色的基底配上全紅色機身 並且在機身各處絲以華麗的金色徽章進行裝飾點綴 以新安州為主題的痛車 不是早就爛大街了嗎? 沒什麼特別的吧? 是可以這麼說沒錯啦 但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 我為了還原出新安州的外觀氛圍 做了非常大量的改裝 每一處的改裝規劃都是為了更切而主題 因此最後成為一台獨一無二的機車 起初是因為偶然收了一套FDR的改裝車殼 那時腦中就突然出現一個靈感 欸…感覺這外型很適合弄成一台肯不法痛車 但後來覺得新安州在設計跟配色上給人的印象比較強烈 很容易讓人一眼中能認出這隻新安州 所以就改以它為主題了 之後便開始規劃改裝清單 試著把腦海中的那台機車在現實世界中完整的構築出來 但是因為不想把原本起的那台FDR拿來大改 結果我為了這個計畫竟然專程買了另外一台FDR 呃…原本還以為車客撿到便宜 結果卻不小心花了更多錢 衝動消費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啊 如果不要花一堆錢跟時間弄這台車的話 我原本其實可以買中機的對吧? 呃…總之還是接著來看車子吧 首先從車頭開始 正面的設計參考了新安州胸口的部分 在黑底靜變的區塊中央放上了新安州代表性的徽章圖 周遭也加上了如同模型水貼般的文字LOGO 不對稱的排版也是參考模型上的設計 這些分散在車身各處的文字LOGO 都是我參考模型水貼後重新妙字的成品 為了看清楚到底寫了些什麼英文單字意外的很辛苦 因為模型水貼的解析度太差 掃描放大之後很多字還是糊成一團 但這些細節也是完成度的一部分 對完美主義的我來說 實在不能接受隨便貼些是是而非的LOGO上去 後視鏡部分 所有點位置移動過 本體部分則選用了CMOTA的碳纖維水滴鏡 根據還原的新安州的綠色單眼設計 僅有小燈的部分為綠光 大燈是正常的黃光 光型也確認過不會閃下對象眼睛 懸吊前總層部分 坐買車時座已經改在車上的全可調倒叉 格用至SUZUKI RGB GAMMA 250 SP 不過我為了配色上的整體感 藉由保養分解的機會 把外觀重新揚擊成現在的顏色 吐廚部分也如同整流罩弄了分色的設計 上半部貼上了新安州的識別編號 10S 輪框也為了整體配色重新烤漆成金色 車身側面的部分 側邊整流罩配合散熱孔的位置 進行了色塊的分割 周罩除了同樣放上文字LOGO之外 還參考RG版模型的基色 設計了局部的白色線條 車台部分也以新安州的骨架為概念 本體烤漆成淺灰色 上面的貼紙我則是故意模仿 FLEA原車上的樣式 再配合新安州的主題 重新設計成原創的專屬貼紙 尤其不等四邊形那張貼紙 在裡面寫了新安州的高度 重量等機體資訊 設計上我個人很滿意 雖然平常不怎麼顯眼就是 然後為了調整到我個人覺得比較舒適的騎乘姿勢 所以改裝了新鮮的腳踏後移 油箱部分為FLEA2油箱加上油箱罩 油箱整體即一路延伸至單座蓋還有尾殼的分色設計 則是參考了新安州盾牌正面的部分 配合油箱罩的輪廓線條 盡量把盾牌的圖騰樣式給移植上去 文字LOGO的位置同樣參考了模型 用了不對稱的設計 單座蓋則是我自己土泡用波纖DIY做出來的 原先成品慘不能讀 經過烤漆師傅的巧手終於化腐朽為神器 我想我一輩子應該都忘不了 當初烤漆師傅看到我那單座蓋的眼神吧 順帶一提那間烤漆真的很厲害 我只不過傳了幾張粗糙的合真圖 他們就把設計完整的復原出來了 甚至比我預期的還好 設計除了文字LOGO的部分之外 其餘分色都是烤漆成品 包括那些複雜的徽章圖騰等等 尾殼在兩側突出的部分也同樣採用了分色設計 而其中金色徽章的部分 則參考了新安舟手腕及膝蓋等各出的設計 上方立體的星級翁貼紙是淘寶買的 品質還不錯 目前還沒有退色問題 而因為尾殼也跟整流罩同樣是改裝品 尾燈組自然不可能沿用原車燈組 這組LED尾燈來自於某款YAMAHA 大家有興趣可以拆一看看是什麼車款上的燈組 排架流用至某款重機 為了裝上去對副車台進行的加工 從車尾正後方看去 剛好尾殼會呈現一個摸字型 排架從中間延伸出來的立體層次感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我自己還設計了一塊裝飾牌 想要營造出官方痛車的氛圍 後懸吊總成以我個人喜好 選擇流用YAMAHAT-LIA 250的下補牆搖臂 以及18吋輪框 所以就變成前17後18吋的搭配 因為我覺得這樣配很帥 就像很多經典跑車或是賽車都是後輪比較大那樣 呃…雖然這個尺寸的後框輪胎選擇很少都是 後避震器為RPM的G2 排氣管部分 最早想弄成中速尾牌的樣式 之後考慮到施工難度就放棄了 後來想營造出噴射背包的氛圍 所以改成左右雙出設計 但原先搭配的尾段導致排氣非常不順 車子根本沒辦法騎 所以才換成現在這組義大利的GPR排氣管 當初看到那獨特的白色管身設計 讓我馬上聯想到新安州背後的燃料槽 於是猶豫了許久後 還是藍…捏著硬著頭皮把它買回來了 原先排氣管吊環上的黑色橡膠我也替換掉 試著還原新安州藍料槽上的紅圈 不過當初網拍特別挑紅色的 拿到成品卻發現根本都橘色啊 啊順帶一提 原本的後腳踏被新的排氣管吊架取代 所以這台車後座沒辦法載了 啊…但對我來說好像也沒差啦 哈哈… 啊… 啊… 最後是儀表的部分 本體為COSO的RX2N 這個也是車買來做在車上的改裝品 旁邊的儀表4蓋 是我在製作單座蓋的桶子一起做出來的 之後由最近很瘋D2R的車行老闆 幫我加工包上碳纖維 不然原本外觀跟單座蓋一樣慘不忍睹 根本不敢拿來用 儀表上的貼紙取材是新安州 都在動畫中的駕駛艙介面 但實際貼起來我自己是覺得有些微妙 而且當初貼的時候邊緣也處理的不太好 雖然我有另外設計一款風格比較適合的貼紙 但我暫時懶得重弄了 走纖維是這樣吧 其實這台車在2019年底的時候 偷偷參加了機車雜誌在世貿舉辦的改裝車比賽 欸會說偷偷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在社交圈上公布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還不想讓朋友知道這台車的存在 結果卻很矛盾的跑去參加公開展覽 最後在分組名次中雖然只得到了佳作 但現場的人氣投票當中 好像得到了第三名吧 我記得 能得到那麼高的票數我自己還蠻意外的 感謝那些投票給我的參展群眾 雖然參展過程中也有蠻多想講的故事 但礙於篇幅關係就先算了吧 會決定做這部影片是因為 這台車我明明幾乎沒有在騎 結果一下這邊多了新刮痕 那邊掉一塊漆 或是我自己手殘把單桌蓋甩到地上 還有柴磚尾殼不小心把殼直接撐爆等等 總覺得如果不趁早替這台車留下影像紀錄的話 可能哪天就會像星安座在動畫中最後那樣 莫名的腐朽分解掉 直接跟著正面全裸的靈魂一起被神棍獸給帶走 所以沒事真的別痛什麼心安 啊 剛剛好像不小心爆雷了 本來想要像一般汽機車頻道那樣 很自然的站在路邊介紹車子 但除了沒血搞導致一直吃螺絲之外 一個肥宅站在路邊自己對著相機碎碎念 不時還會被散步路過的阿公阿嬤偷以異樣的眼光看待 呃啊這種刺激實在是太羞恥太尷尬了 所以我很快就放棄了 結果即便回家開始寫稿 講稿的內容也還是前前後後改了超多次 這是某種強迫症你懂的 所以原本去年年底要完成的影片走一直拖到了現在 也慶幸最初版的內容沒做成影片 一堆似乎連自己都覺得刻意到不行的尷尬笑點 做出來會變成黑歷史的那種 就像前幾部上傳的影片那樣 很明顯